超强台风海贝斯将会在今天下午到晚上登陆日本 但是在台风登陆前夕 日本东部多地已经是好雨成灾 暴风狂吹 这股狂风暴雨更造成了至少一个人死亡 五个人受伤 多处民宅受损严重 日本气象厅就形容这场即将来临的海贝斯台风 是当地60多年来最强的台风 威力相等于1958年夺走上千条人命的爱达台风 被日本气象厅形容威力堪比60年前 造成1200多人丧生的爱达台风 如今超强台风海贝斯已步步逼近 预料在今天下午到晚上登陆日本关东区 台风还没来 当地已经出现暴风雨 日本东部多个地区好雨成灾 夺走了一条人命 同时造成五人受伤 而部分地区的天空呈现一片暗紫色 犹如恐怖灾难即将来临的感觉 由于海贝斯威力强劲 当局已经向超过160万名民众发出疏散令 而当地目前有1800趟航班取消 东海道和山阳新干线也已经停驶 影响超过20万人 我国多趟往返日本的马航和亚航航班 都因为天气关系而宣布取消或展颜 台风预警传开之后 不少民众纷纷出外抢购物资 但大部分商店在今天都暂停营业 东京迪士尼乐园也不敢松懈 宣布今明两天关闭 市开园36年以来 首次因为台风而全天关闭 气象厅指出 海贝斯影响日本最严重的时间 会在周末这两天 尤其是在星期六 日本东西部都完全处在强烈暴风圈内 我国外交部今天也发布旅游提醒 呼吁即将前往和居住在日本的民众注意安全 同时日本官方也呼吁大家 在台风来袭之前做好灾前准备 确保自身安全 MV7综合报道